雪滴宝宝重症残侣 李嘉梅半个掌 一整排雪滴宝宝公仔 可爱到让人爱不失手 有四龙工商学生五种款式公仔 公仔后面还有 火象巨星五月天的前名 这些可爱的公仔 全出自重症残侣 李嘉梅的杰作 她迷幻先天性重症地中海平雪 每个月都得输血一千细细 她就是在输血过程 创作出这些可爱的公仔 就成就感就觉得很好 然后想要继续唱会下去 她昨天宣布 要把十足雪滴宝宝公仔 拿出来一卖捐助云云嘉湖 弱势缺统 还将在这个月开启画展 她用了这张画 暗喻了自己的故事 她是从小就是生出来 就是眼睛看不到的小女孩 她想要成为画家 可是周围的人都嘲笑她 东新闻综合报道